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调写码的这个制作过程 调写码是它一般是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我已经我在设计一个新的包装 然后我在那个包装上面生成一个调写码 第二个就是说我已经生成了很多产品 然后我把调写码捕上去打印出来贴上 然后我们先从第一个讲起 第一个就是说我是一个新包装 然后我去生成一个新的调写码 我这里用的是call job插发这个软件 所有的基本上call job软件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插件 假如说我这里先打开 它有一个附加的程序 然后这个程序专门是可以生成调写码 像这个call job8的话 它就在这个启动里面有一个第一个 这就是这个调写码的一个程序 用这个程序键生成就可以了 我先打开一个样板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要生成的这个调写码 上面是那个草面的名称 型号 然后下面是这个调写码的一个数据 然后假如说这个调写码是怎样生成的呢 然后选择这个启动这个地方 打开这个调写码的一个生成的这个程序 然后它这个里面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标准 然后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CODE的128这个标准 这个行业标准中 这是一个比较通用型的 然后输入这个调写码的一个数据 这个调写码的数据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找我们财务 或者是我们采购 我们采购那边会生成一个数据给你 然后你到时候把这个数据生成一个条码 然后再把这个条码印刷在这个包装盒上 这是最省事的 然后假如说我这个地方 他给我的数据是这个数据的话 我就在这个地方键输入这个数字 8059 你看我们财务也同样会给一个这样的数字给你 然后你就把这个输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直接选择下一步 这些都采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再选择下一步 完成 他这个程序会自动把这个条件码复制到紧贴板 然后复制完之后 你直接在这个文件里面进行粘贴 你看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生成的这个条件码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我们会 你可以在那个包装盒上面预留一小块区域 把这个数据加上去 或者是根据我这个样板 把这个条件码这个替换掉 他这个条件码后 你变形拉宽一点拉长一点 这个都没有影响 当然最好是乘比例进行缩换 这是选择这个里面 成比例缩换 这是最好的 然后把这里面的条件码进行替换掉 然后这个注意哈 这个东西 这个上面有50到60核枝到2202到240 就是这个是沙特那边那个 假如说我一产品卖到沙特那边去 必须要把这些数字给标上 这是一个硬型的规定 然后Made硬枪 这个也要必须把它标上 这个要注意的 然后你们记得把这个条件码上面的这个 产品型号也标在这个上面 这就是生成的 用通过Quadjo软件进行生成的一种条件码 可以把它把它放在那个 印刷这个包装盘上面这种结构 条件码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这个图形 它因为它现在是属于实量图 实量图的话 是所有的印刷里面是精度最高的 千万不要把它转成位图 位图转成位图的话 它会可能会加入RGB的颜色 到时候这个识别可能会有影响 这个是用Quadjo软件生成的 然后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 另外一个软件 就是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一个条件码软件 这个软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有下载硬件可以下载 然后我现在来演示一下 然后怎样进行安装 跟那个生成这个条件码 我现在是用这个软件 你们下载下来跟我现在摄影的 网站是一样的 它现在就开始安装 安装的时候 它里面有几个模式 就是一种专业模式 其他的设计模式 什么模式的 这个模式里面 你选任何一种模式都没有关系 你看这个是我 因为我电脑上面已经安装了 我就不再安装了 然后你们直接选择下一步 下一步 把它安装完就可以了 安装完之后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个破解文件 然后把这个破解文件 先选择复制 然后你桌面上 会生成一个快捷方式 这个调形码的快捷方式 然后选择属性 打开文件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程序安装在什么地方 把这个 然后打开它这个主程序的位置 打开主程序的位置之后 把这个破解文件复制到这里面来 粘贴到里面来 粘贴完之后 运行这个破解程序 运行这个破解程序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报纸头 然后在下面会显示OK 显示完OK之后 就证明这个软件已经破解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打开这个 调形码的一个设计软件 这个设计软件 然后这里面会有 你打开你最近的调形码设计文件 然后这个设计文件在我的网站上面 另外一个下载里面 你们也可以下载到 下载完之后 你再直接在这里面打开这个调形码的一个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也是跟刚刚那个地方是差不多太多的 然后你们就是说这个地方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进行双击 双击这个地方就会生成一个产品名称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调形 调形码数据 然后也是一样的 双击就生成一个调形码数据 这个调形码数据 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下面这个数字下面是不容许 你像这样有回车有空格有空格是不容许的 你一定要把它收到这个数字的最尾端 你像现在这样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调形码 然后把这个调形码数据 就用我们公司给你的那个那个数据进行替换掉 记得啊 然后这下面有一个调形码类型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把它换成COD128这种标准则式 这是一个标准 然后选择完成就OK了 然后这个调形码 这个调形码跟刚刚那个扣旧软件里面生存的调形码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有几点要注意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让这个上面不容许有空格有回车 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制服 是容许有这个纯粹的这个数字 这个要记住的 然后这个下面能不能一千两盒 这个这几个数字一定要打打上去 打上去之后 然后再贴上 然后这个软件呢 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 假如说我现在把它新进一个 新进一个 这个是文本 文本这个地方就是 你输入这个产品的型号 这个地方是输入型号的 这个放大缩小这个功能 然后这个旁边有一个条码 这是一个条码 创建一个条码 从这里拖出来一个条码 然后你在这个条码这个再输入数据 这个地方输入数据 然后下面这个条码类型 选择这个类型 选择完成之后 它就会自动生成这个条码 自动生成这个条码 这个然后在你们再把它保存 跟那个东西再保存打印出来 然后再贴上包装盒上就OK 这就是这个两个软件都可以进行生成 然后在刚刚那个Codejo里面 如果说你要印刷要干什么 我建议你还是用Codejo 那个自带的这个程序 然后去生成去印刷 这才是最标准的 这所有的文件我都提供在我们的网站 你们可以直接下载 包括这两个模板文件 你们都可以直接去下载 如果说有什么不懂的话 你们就给我留言 给我们公司跟我们财务 把联系办事给到他 或者直接加我QQ也可以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网站上面 有一个WhatsApp 你们也可以直接加 好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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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